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Giant Propel 我的Aero設定的單車,不如來了 我們由Handlebar講起 看到我正在用一支相對於密宅 32cm的Foreas做的Handlebar 一支鋁合金的Handlebar 中對中C2C是320mm 看到槍手的設定會有少少向內傾 不是很大角度 手放在這裏其實是一個舒服的狀態 看到槍手的頂,兩邊的設定是22cm的 這個距離,不是很極端 但踩下去是一個相對上比較窄身 Aero的設定 平時踩的時候 其實人是需要一些適應的動作去配合 才可以放得到這支Handlebar 我用的鵝頸是一支Giant Contact SLR 840-17度 一支Giant做的OD2鵝頸 因為這架Propel也是用Giant Feature的OD2 一支前叉 而鵝頸的選擇有限 這個設定暫時都滿意的 因為我沒有用到Giant原廠的設定 原廠的一體式的鵝頸和Handlebar 就可以做到全內線 而且我用的是R8020的Altegra 所以你見到會有四條線 由鵝頸這個位置進入車架 有個不好處就是下雨這裡會入水 雖然車架在其他地方會有去水的洞 所以問題其實不大 但美觀上見仁見智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個設定 因為原廠的Handlebar 最窄是去到400 即是40cm 跟我用慣了的32cm 就有一段距離了 我們來到這個椅子的部分 這張是一張Pro Logo的TT椅子 其實這張是Surveyor P5的一張跟車椅子 它的優點就是 燈頭比較闊 同時是一張短臂的椅子 所以在設定上可以放到很前 而又可以遇到UCI 5cm的要求 這張椅子是經過很多試過不同的其他椅子 這張是我最後選擇了用到這個斜度 沒有太特別了 這張椅子 我們繼續下來 你看到水架 水架的設定 前面我用了一個 Elite Chrono CX的破風水壺架 後面就是一個普通Elite水壺架 可以用Standard Size的圓形水樽 前面其實就順著Downtube的形狀 你看到Downtube後面是平的 是一個Camtel設計的車架 所以裝了這個Aero水架 就會將下管的氣流引導到上面 同時幫後面這個大水樽去製造一些 流襯少少的暖流 整體上的破風效果 都是Marginally 減少幾W 繼續下來 看到Drive Chain的部分 我用的是Xcady的Power Meter 一款在大陸生產的Power Meter 鋁合金的餅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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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臂是由台灣做的CNC工藝 硬度和外形上都跟Rota差不多 我還用一塊Alugear 一個德國牌子的大餅 是56T的,細餅是38T 兩塊都是正乎似的設計 所以你看到在波撥的位置 我會裝了一個carbon fiber 的防跌鏈 雖然我未試過轉波拉鏈 但是Touchwood 裝了 就有一個保障 就是這樣 這一塊Alugear 是56T 所以後面去到飛輪的配搭 就是11-30Tegra飛輪 重量上會有少少的負荷 但是配合56T大餅和30T飛輪 其實大部分的路段 我都不需要用到細餅去踩 所以一般比賽香港有的路段 譬如新娘潭、天影爐 這些全部都不需要轉到細餅去踩單車 所以我選擇了飛輪和大盤的設定 下面看到波撥的小碌 我自己很簡單地在原裝的Cage上面 換了一隻12T和14T的小碌 由Stone製造的 價錢便宜,容易換 而且它是一個蜜蜂造型 會乾淨一些和容易打理 所以要換的時候也非常簡單和便宜 看到啦 我亦都用了一隻直裝波的勾 是for Shimano 系列的 由 Redshift 製造 專門是for Giants 的碟殺系製造 其他車款都有的 可以了解一下 會令到轉波有少少微細的分別 轉波的反應會敏捷一點 同時裝拆輪方便也會方便些 我們去看看 去到煞車的部分 前和後都是一樣的配置 前後我也是用了RT 不是,用了MT-98 不好意思 前後MT-98的煞車碟 比起RT-98 重量上省了少少 其實是Homaginal 但是再簡潔少少 的設計 那140對於60公斤的我來說 其實制動能力就非常之足 說到真的感覺到 它可能有即將過熱 或者是特別 煞車有不同的情況 就可能已經是 夏天最熱那幾天 去一些可能 諾飛鵝山 大帽山 這些比較長而斜的 諾山路段 那就可能會有少少煞車壓力 但是 都可以完全處理 沒有問題的 那不會有 去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開始慢慢 又失去了這個煞車效能 或者是 煞車碟開始有怪聲 那就未出現過這些問題 那 來到 對了,答的部分 這個是Speed Play Wahoo製造的Speed Play Arrow 特點就是 它 搭的另一面 跟普通的Speed Play不同 就是它沒有兩邊一起上落 只有一邊可以上落 那 那 優點就是 它跟鞋底的鞋馬形狀 是完全貼服的 那 在Marginally 都是可以省到一兩W 可能是時速50的時候 那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離地的距離會近一點 因為它非常之薄 所以 那 車理論上的彎道極限 是會高一點的 對了 那 大家 有一個問題就是 Speed Play會有虛位 那 大家可以試一下自己自己的腳踏 會不會是 不幸的一員 那 如果有的話 就需要 自己DIY去 令到裡面的 一些虛位減少 那 不外乎都是 拆開它 然後 適當的位置 可以加戒指 那 那 去到链 那 链車呢 我一向都是用YBN 或者KMC的链 那這條是KMC的链 那 沒什麼特別的 非常之常見的一條链 那 硬度上 和這個 耐用度上 都是比較 優秀 那 譬如我用DU-ACE链的話 可能兩個多三個月就要換了 那這條链可以用到四至五個月的 那 平均都踩到大約五六千公里才需要換链 那 最後 我一說 我正在用這條链 其實都是這輛車的一個賣點 那這條链呢 就是我們自己設定的 Dartart有賣的一條链 链 就是非常之常見 近年的一條 Triple Layer 的Carbon框 外闊 26mm 內闊 21mm 那 不算是相當闊 但是 都已經很穩陣了 就是在這個 穩定性上 和Aerodynamics上 都是一個 頗為似優秀的 链框 那這一對是 前後都是 60mm的链框 裡面是一個洞都沒有的 Holess設計的Tubeless Ready 看到我用的Ti 是Victoria Corsa Speed的Tubeless 理論上 這條框就這樣裝上去之後 就不用 Ti自然 它也可以走到C0 這一對链框的 特點就是 它是 用普通規格的盒 現在看到 這一對是DT240S版本 碟殺版的盒 用了Carbon線的 所以整對链 前後60mm的碟殺 就1320g 算是一對非常輕的链框 其實我沒有走到Tubeless 因為新款的這一對Corsa Speed Grafine 2.0 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內壁 即是旁邊的TiWall 非常之軟 普遍的链框 都需要再貼多幾層Tubeless的膠紙 它才可以和链框的內側貼合到 然後幫到氣 因為我本身這隻是一隻Holeless的框 有一點本末倒置 就是要我再貼多三至五層膠紙 才可以裝到這條框 所以我就選擇了 就這樣安裝RightNow的TPU內胎 重量上其實還有優勢 因為這條內胎只有三十幾gram 裝了上去之後 Rolling Resistance 如果去到時速 可能50左右 就會加了3至5W 但是我可以隨時換胎 還有我就不需要經過繁複的裝這條 Causal Speed Grafine 2.0 Tubeless的步驟 其實是這條 比較特別 你給我選擇的話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Tubeless的設置 多一點 最後 另一個單車的Head Unit 我就一向都在用這個SRM的PC8 用了好幾年了 暫時就沒有需要換 譬如現在比較流行的Garmin 或者Wahoo 因為他們的Gimmick Feature 其實大部分我都用不著 SRM的好處就是 它的續航非常之長 以我現在的訓練量 基本上一星期才差一次電 而且它閱讀上 因為它是黑白屏幕來的 所以非常之容易去看不同的數據在什麼位置 Layout我都非常喜歡 單車的零件介紹就是這麼多 講一下踩這個單車的感覺 現在講一下單車究竟踩得如何 這一代這一款的Giant Propel Advance 它不是ISP頂級版本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特點 就是一踩這部單車就會發現 它車頭的指向性 和操控性 是非常之好的 什麼叫好呢 就是你單車傾側的時候 就是你轉彎 入彎 可能上下山 這些時候 你需要做的修正 對單車角度傾側的一些調整 是非常之少的 就是你車頭指向的方向 你傾側之後 它跟你溝通完 你需要入彎的進入是非常之準確的 這個是我買這個單車之前 是沒有想過的 就是我沒有想過 這個頂部亦都換長了 看看其實這部車的前叉指向的位置 其實比起非常之 popular 現在的Cerpillo S5 是更要長一點的 但是 overall的軸距是一部非常之短的單車 它比起車架更加細小小的 另一部車的Scott Foil 更短一點的 在轉向上 和車的整體性上 非常之好 一致 有一個明顯一點的特點 我們叫做 亦都不是缺點 是特點 看到這部車的Torpe Tube 差不多是水平架 這個Train Stay的後山角 亦都比較高 這部單車的尾部比較企業 你做的很多 譬如抽車、衝刺的動態 就需要 車手搖擺的幅度更加大一點 才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相對於 譬如一些爬山單車架 車尾比較矮一點的單車 那個車尾就沒有那麼條脫 比較實在一點 我們可以說是遲鈍一點的 但亦都可以說是穩定一點 對於搖圈塞 和高速踩單車的時候 其實算是一個優點 這一部Propel 不算是我踩過最硬的單車 但它不是一輛流氓的單車 就是你給它的反應 它是給到你的 但是需要車手的input 就要有些調整 譬如一些出入彎的 踩踏的轉數上面 要特地提高一點 去做回加速 去彌補回單車的動態 反應 其實適應了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以一輛新車價 其實是二萬多元的單車來計 雖然我做了一些增值 雖然我做了一些增值 看見我換了一輛 一套零件 又有一些 custom的頂 Handle Bar 這些 但其實全身 它仍然是一輛中價位 比賽級別的單車 我覺得它絕對是對得住它的價錢 也都是一輛現在仍然 很多人在踩 在賽場上 經常看到的車款 那 2023年的Propel已經出了 也都是有Advanced版本 即不是ISP 但是跟這輛車款的後計車 也都已經出了 但是明年才可以加一輛車 其實可以看看其他YouTuber 已經有新的試車片 如果你都是踩Propel的話 你可以交流一下 告訴我 你踩Propel 和我踩Propel的感覺 是不是差不多 留言告訴我 說一下我 如果說得 和你的想法又出入 如果有什麼漏了 你可以照問我的 Instagram message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 如果覺得這影片好看 就訂閱我 分享給多些朋友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Drian Propel Advanced Walk 1 which is我的Aero單車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